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数量级它的概念定义 我们定义A与B注意符号 这个点是打在A和B的正中间 这个运算它是等于A向量与B向量的摩的级 乘以它们的夹角 θ为A与B的夹角 在前面我们学习了 两向量的夹角的取值范围是0到π 我们说这个θ的范围是小于或等于π 大于或等于0 那么这个两向量的数量级呢 它是一个数量 它既可以是正数 也可以是负数 还可以是0 这个值呢 仅仅应该是与我们的夹角有关的 当θ等于0的时候 我们说A和B是同向的 那么这个时候cosθ等于1 此时A与B的数量级 它就是等于A的摩与B的摩的级 而当θ如果等于π的时候 A和B是反向的两向量 θ等于π 那么cosθ是-1 此时A与B的数量级 是等于负的A的摩 乘以B的摩 如果说当θ等于2分之π的话 此时呢得到的是A与B的数量级 是等于0的 这个也就是说啊 我们可以得到的是 如果两向量垂直 那么它们的数量级为0 同时呢我们还要把握的是 这个向量的数量级呢 它的几何意义 我们说对于两个向量而言 我们把它移到起点相同的位置的时候 那么这是A向量 这是B向量 我们可以看到 当这个AB的夹角为锐角 和AB夹角为顿角的时候 我们定义了B在A上的这个投影的概念 B乘以cosθ 那么用B的摩来乘以cosθ的话 得到的是这一个有向线段 它是一个数量 有那么如果说B乘以cos这个负值的话 我们得到的是这一个有向线段 也可以称为是B在A上的投影 所以呢我们说 A与B这两个向量的数量级 可以看成是A的摩乘以 这个B在A方向上的投影 也可以看成是B的摩 与A在B方向上的投影的乘级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理解 平面向量数量级的几何概念当中 有一个投影的概念 比方说B的摩乘以cosθ 它可以为正可以为负 也可以为零 这个投影呢 它的正负主要取决于 这两个向量的它们的夹角 那么我们说 这个表示的是B向量在A方向上的投影 那么相应的 我们还可以说 A的摩乘以cosθ 它表示的是A在B方向上的投影 它也是可为正 可为负 可为零的 这是我们在这里要注意 这个向量的数量级的概念当中的几个问题 第三点 我们要讲为的就是 对于向量数量级的运算率 我们前面已经说了 向量的数量级事实上 它是一种运算 这种运算呢 是通过这样一个等式来进行定义的 最后得到的是 这一种运算的结果是一个数 是一个数 这个数是可正 可负 可灵的 那么这两个运算之间 它是满足哪几个运算力呢 A与B的数量级 与B和A的数量级 当然是相等的了 根据定义就可以得到 所以我们说它们满足交换率 同时呢 我们还说 A向量加上B向量 与C向量的数量级 是等于A向量与C向量 加上B向量与C向量 我们把这个称为是向量数量级的交换率 它的分配率也是成立的 同时呢 竖成这个向量 比方说 那么他贝的A向量与B向量的数量级 也是等于那么他贝的A与B的数量级的结果 还等于A与那么他B的数量级 从这里我们都可以看出来 这个数啊 它对于向量数量级来说是非常自由的 它可以从A前面 奔到这个结果前面去 也可以换到是B前面去做系数出现 它是非常自由的一个数了 好 那么接下来还有一种运算力 是值得大家注意的 向量的数量级 它是不满足结合率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当ABC如果都是不贡献的向量的时候 A向量与B向量的数量级 本身就是一个数 如果乘一个C 它是与C贡献的向量 而A向量与这个B与C的数量级的结果的成绩 是与A是贡献的 所以要特别注意的是 三个向量数量级 不一定满足结合率 那么什么时候满足结合率了 同学们下次之后可以再思考一下 这是我们复习的 向量数量级的运算率 第四点 我们要复习的是 向量运 数量级运算当中的几个常见的结论 比方说 A向量如果与B向量的数量级为0 当然这里是指的非0的向量A和B 它就可以得到 A向量是垂直B向量的 这个是有前提的 A与B是不等于0向量的 就是这两个向量都是非0的向量 我们就满足这个条件 然后第二点 如果A与B同向 我们刚才已经把这个结论也写了 这个也是常用的 也就是我们可以通过 这个θ的直序判断他们的结论 同时当θ如果是锐角的时候 A与B的数量级是一个正值 θ如果是一个顿角的时候 A与B的数量级是一个负值 同时还有一点就是 当A与B同向的时候 A与B的数量级 这个地方我们得到的 这两个是等于他们的磨的起 而事实上呢 这个结论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A与B的数量级 它与A的磨乘以B的磨之间 A与B的数量级本身是一个数 我们加上一个绝对值 它和它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我们想想看 这里面是等于A的磨乘以B的磨乘以cosθ 那么事实上 这个值就是等于他们乘以cosθ的绝对值 而cosθ它是一个小于或等于1的数 因此我们说 这个只是小于或等于它的 这里又读到了这样一个不等式 同时呢 我们根据数量级运算还可以得到 A的平方是等于A的磨的平方 那么用这个式子 我们可以用来求解某些像量的磨 它就是等于根套下A与A的数量级 在这里了 用这个式子可以来用于求线段的长度 还有把这个数量级的公式来进行变一下形 可以得到cosθ它是等于A与B的数量级 除以A的磨乘以B的磨 这是我们在这里的细节论 当然了 在课本上有一些例题还出现了这样一些细节论 比方说 A向量与B向量的和的平方 它是等于什么呢 等于A的平方 加上二倍的A与B的数量级 加上B的平方 A减去B的平方等于是A的平方 减去二A与B的数量级 加上B的平方 还有比方说A加上B的数量级 的和 与A减B的数量级 他们的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结果 它就是等于A的平方 减B的平方 那么它就等于A的磨的平方 减去B的磨的平方 也就是说我们向量的多向的多向的向量的和的乘级形式 它使用于我们在前面所学习的多向式的乘法云散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几道例题 首先 我们来看例一 以至A的磨等于4 B的磨等于5 第一问 若A平行于B 表演A垂直B A与B的夹角是60度时 分别求A与B的数量级 这道题应该说的非常简单的 我们可以直接 通过这个地方 利用我们的公式来处理 如果A与B竟然是平行的 那么A和B到底是同向还是反向的呢 这里要分这讨论 所以我们说若A与B同向 则有θ等于0度 所以A与B的数量级等于A的磨 乘以B的磨等于4乘以5 20 那如果说这个A与B 是反向的话 则有θ等于180度 所以得到A与B的数量级 它是等于A的磨乘以B的磨 乘以扩散于180度 180度等于-1 所以等于-20 这第一问很简单 第二问 如果A与B的数量级为0 那么这个地方就有什么 看一看 因而有 A锤值与B 那么就得到这个θ是等于90度了 所以A与B的数量级 就是等于A的磨乘以B的磨乘以 扩散于90度 这个就等于0 这是我们刚才已经得到的结论了 第三个 A与B的夹角是60度 那么因为有θ是等于60度 所以cos60度呢 它是等于1分之1的 因此就得到A与B的数量级 它是等于4乘以5乘以1分之1 所以是等于10的 这我们就不再记算了 这道题是直接用我们的数量级的公式来进行运算 我们看看第二题 一致A的磨等于2 B的磨等于3 A与B的夹角是120度 第一问求A与B的数量级 这个很简单了 我们说因为这个地方A是等于 等于2 B的磨是等于3的 且这个θ是等于120度 所以我们就得到了A与B的数量级 所以就有A与B的数量级是等于2乘以3乘以cos120度 颇分120度是负2分之1 所以就得到负3 很简单了 我们来看一看第二小问 他说求A的平方减B的平方这个值 那么要求A的平方减B的平方 根据我们刚才所学习的公式可以知道 A的平方减B的平方 事实上它就是等于A的磨的平方减去B的磨的平方 而刚才说A的磨是等于2 B的磨等于3 所以是4-9等于-5 这个直接用到的那个磨的公式 再看一看第三条题 他说呢 求2A-B乘以A加3B 我们刚才说到了一点 说向量的多项的数量级 和和以差的数量级 完全可以当成是多项式相乘的法则去进行运算 那么这里有2A-去B向量 这里是A加上3B的数量级 它是等于我们看看把2A看成一项 A看成一项 负B看成一项 3B看成一项 那就说用2A来乘以A就得到的是 2倍的A的平方 加上6倍的A与B的数量级 减去A与B的数量级 然后减去3B的平方 它是等于我们来看一看 2A的平方就是等于2倍的A的磨的平方 加上5倍的A与B的数量级 再减去3倍的B的磨的平方 我们来看一看 A的磨等于2 所以带进去得到的是2的4等于8 而我们刚才已经求得了A与B的数量级 是等于负3的 所以这里应该减去一个5乘以3 就减去15 再减去B的平方就等于9 9乘以3减去27 那么这里就得到 这边是8减去42 所以最后的结果是等于负的34 这话题呢 在计算的时候 小心我们这里可以把它看成是多项式相乘 得到A的平方和B的平方 以及AB的数量级 把相同的相合运在一起 最后利用我们前面所计算的结果来进行计算 好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一个第四小题 求A加B的磨 如果要求A和B的合的磨 我们应该首先求根据我们的公式 A的磨是等于根号下A的平方 所以第四个我们可以这样做 A加上B的磨 它是等于根号下 A加上B的平方 而A加B的平方 它是等于根号下 A的平方 加B的平方 加上2A与B的数量级 大家看一看 我们这个A的平方 可以看成是A的磨的平方 所以它是等于根号下 4加上9 加上2倍的AB的数量级 A与B的数量级 我们刚才已经求出是负3 所以这里是2乘以负3 就减6 所以答案这是4 再它是13 所以等于根号7 利用我们的这个磨的公式 可以直接进行计算 好 我们再来看看 相同的方法 求出A减B 所以A减B的磨 它就应该等于根号下 A的平方 减区2AB 加上B的平方 那么4加9是13 所以等于根号下 我们来算一算 这个地方减区2乘以负3 就是加上6 4加上6等于10 加上一个9 就是根号于19 这道题呢 纯粹是利用我们刚才所复习的这一些运算率 和运算法则 来进行计算 这是例2 在计算的过程当中呢 磨的形式 其中要注意 它就是用 A的磨是等于A的平方 开方 这个结论的应用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第3 以至AB满足A的磨等于13 B的磨等于19 且A加B的磨等于24 求A减B的磨 那么这个题目呢 我们来看一看 它不是像我们刚才直接 去求某些这个 求某些量 它的这个磨 或者它的数量级 而是知道与A减B 这个向量有关的 三个向量的磨 要去求这个A减B的磨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处理呢 看一看 要求A减B的磨 就是要求出A减B的平方 这个式子开方 那我们看一看 这个式子它等于什么呢 等于根号下 A的平方 加B的平方 减2与A的数量级 2倍的A与B的数量级 这个式子A的磨已知 B的磨已知 所以这两项很容易求 所以要求的是 A与B的数量级 这一项 那这一项我们通过 A加B也可以进行求解 所以我们说 应该有A的磨 是等于13 B的磨等于19 却A加B的磨 是等于24的 所以我们就得到了 根号下 A的平方 A的平方 加上2倍的A与B的数量级 加上B的平方 它是等于24的 而这个式子呢 我们可以发现 它是等于13的平方 加19的平方 加上2倍的A与B的数量级 等于24的平方 等于24 大家看 从这个式当中 我们可以把2倍的A与B 数量级 看成一个整体 求出A与B的数量级 求得 A与B的数量级 是等于23 好 这个值既然是等于23 那么我们接下来再看一看 得到的是 根号下 A的平方 加上B的平方 减2与A的数量级 这个值就是等于什么呢 看一看 A的平方 是等于A的磨的平方 就是13的平方 加上19的平方 减去 这是23 所以减46 这个值再把它 乘开 然后把它开方 最后我们得到是 根号下484 也就等于22 那么 这个式子呢 就是等于 所以得到 A的磨 减B的磨 是等于22 设计的数据 有一点点大 我们需要进行计算 我们在这里 把计算的过程 都给省掉了 重要的是 我们要找到 要求的 这个式子 与我们已知的式子之间的关系 因为我们知道 A的磨和B的磨 那么A的平方和B的平方 是可以求出来的 而要求这个式子 A减B的磨 就势必要去求 A减B的平方 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展开之后 不仅含有A的平方 B的平方 还含有2倍的A与B的数量级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 代数运算 当中可以发现 A加B的磨 就可以表示成 A的平方 加B的平方 加上2倍的AB的数量级 开方的形式 所以相应的可以求出 A与B的数量级的形式 然后在代入这个式当中 就可以进行求解 所以在有关上量的 这个磨的运算过程当中 我们要注意寻找 条件与结论之间的 他们之间的差别 和他们的相互关系 这是我们讲的的例三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 例四 在等一三角形ABC当中 AB等于AC 等于2 这个是等于2 这个等于2 前角ABC是等于30度 这个是30度 第一是BC的终点 那么事实上 AD和BC是垂直的 根据我们平面结合的知识 可以知道 现在呢 第一问要求的是 BA在向量CD 这个方向上的投影 大家回忆一下 我们刚才所讲的 投影的概念是什么呀 A向量在B向量方向上 在B方向上的投影 可以写成A 可以写成A成的模 乘以A与B的夹角的 余弦直来进行表示 那么接下来 我们在这里就需要找出 这个BA与向量CD的夹角 所以啊 我们说 首先来找出它的夹角 我们说延长CD CB至1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CD与B1是同向的 则CD与B1是同向的 那么因为角ABC是等于30度 所以得到角AB1是等于150度 这个角知道了 我们来看一看 刚才说要求这个BA在CD方向上的投影 那我们又说CD与B1是同向的 事实上这道题就只需要去求 BA在这个B1方向上的投影 而这个角就刚好就是ABE是他们的夹角 所以这道题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它呢 那这道题的结果就可以得了 所以我们说 BA向量在CD的方向上的投影 为 那么是我们注意是BA在CD方向 所以是BA乘以它的膜乘以cos150度 cos150度是负的2分之根号3 而BA的长度我们知道是等于2 所以这个题的答案等于负的根号3 这种很简单 只要弄清楚投影的概念 A在D上的投影 就是A的膜乘以A与B的夹角的余线值 第二个 CD在BA方向上的投影 CD是这一个向量 在BA是指这一个方向 那在这个式子当中 在这个三角形当中 这个角是30度 这个是2 所以我们根据这个条件呢 可以求的这个AB的长度等于1 然后呢 就得到的BD的长度是等于根号3 CD的长度也是等于根号3 那么我们要求CD在BA方向上的投影 CD我们刚才说了 CD与BA的夹角是150度 所以呢 我们由上面可知啊 这个CD与BA的夹角 也为150度 而在三角形 在三角形ABC中 可求得这个CD的长度是等于DB的长度 等于根号3的 所以呢 我们就说啊 所以得到CD向量 在向量这个ABA方向上的投影 BA上的投影 为CD的模 乘以cos 150度 而CD的模 我们刚才的求是是根号3 乘以负的二分之根号3 所以是负二分之三 我们这一道题当中看出来 一个是CD在BA上的投影 CD在BA在CD上的投影 一个呢 是CD在BA上投影 一个是BA在CD上投影 这两个投影长 投影的结果是不同的 虽然都是负值 但是一个是负号3 一个是负二分之三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因为我们知道 A在B上的投影 就是A的模 乘以A与B的夹角的余弦值 而A的模 与B的模不同的时候 那么A在B方向上的投影 与B在A方向上的投影 显然是不相等的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 用向量的方法来证明一些几何问题 设AC是平行四边形ABCD 它的对角线 从C引ABCD的垂线 C1和CF 成组分别是EF 如图所示 是用向量方法求证 AB与AE的数量级 AB与AE的数量级 加上AD与AF的数量级 是等于AC的平方 事实上呢 事实上呢 在这个AB和AE 它们是共线的向量 而且是同向的 要证明这个问题 我们在初中的时候也有方法 就是证明AB这条线段长 乘以AE的线段长 加上AD的线段长 乘以AF的线段长 是等于AC的平方的 这个也是很容易证明的 那么今天我们要用向量的方法 来进行证明这条题 我们来看一看 AB和AD 我们通过什么方法 来进行处理呢 首先我们想一想 在这样一个三角形当中 AEC这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这个直角三角形当中 就存在着这样一个AB和AE 这样的几个向量 而在这里呢 AB和AE 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方式来看呢 因为这里有垂直 所以我们想象一下 AE事实上就是AC 在这个AB方向上的投影 知道这一点 那么我们这个 就可以将AB与AE的数量级 转换成含有AC的式子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看 证明 因为这个AE呢 它是可以看成AC 与这一个角的余弦值可以得到的 那么我们在这里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 就有 因为有在三角形 我们说在直角三角形 AEC当中 因为有C是垂直的 C垂直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什么结果呢 就得到了有AE 它就是等于AC乘以 酷三角 哪个角呢 哪个角呢 ACB 这是CAB 好 那么AC乘以 角CAB的余弦值 如果是我们把这写成向量的形式的话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什么结果呢 就得到了有 AB与AE的数量级 就是等于AB的强度 乘以AC的强度 乘以 酷三一角 CAB 那么这个角CAB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角度 在这个过程当中 AE乘以AB 转换成了AB与AC的 这个 AE是等于这个式子吗 那么AB乘以AE的这个式子 事实上中间我们还可以再加一步 它就是等于AB乘以AE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个向量的方向是相同的 也就是说AB这个线段长 乘以AE的线段长 是等于AB与AE数量级 那么这个式子 事实上 我们可以这样来转换一下 就我们把它写成 就有AB与AE的数量级 等于AB乘以AE 也就等于AB的模 乘以一个AC的模 乘以扩三一角 ACAB 那这个式子可以写成什么呢 根据这个向量数量级的定义 的反用 这个式子完全可以看成 这个角啊 角ACAB就是等于 AB和AC这两向量的几下角 所以它就是等于AB与AC的数量级 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两个向量的数量级转换成了 AB与AC的数量级了 同样的道理 那么我们说在 RT三角形 这个ACF 因为有CF垂直 AF与F点 所以我们就得到的有AC 这里是AD与AF的数量级 因为AD的方向和AF的方向是相同的 所以这两个向量呢 他们的数量级应该就是等于他们的模的乘级 所以这是等于AD乘以AF 而AD乘以AF呢 它事实上又可以写成什么呢 写成AD的长度 乘以AF就可以写成是AC 在AD方向上的投影 所以它可以写成AC 乘以扩散一角 哪个角呢 是CAF 我们再来看一看 AD线段长 就是AD向量的模 所以它就是等于AD的模 乘以AC的模 乘以扩散一角 CAF 我们再来看一看角 CAF这个角 它就是向量AD和向量AC的夹角 所以呢 这个设置就可以写成AD与AC的数量级 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个等式的左边的两个设置 都转换成含有AC的这个设置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等式的左边 也就有AD与AE的数量级 加上ACAD与AF的数量级 是等于AB与AC的数量级 加上AD与AC的数量级 根据向量数量级的运算满足这个交换率 我们可以得到 它就是等于AB向量 加上AD向量 B与AC的数量级 我们再来看一看 因为图形ABCD是一个平行四边形 AC是以ABAD为零边的这样的一条对角线 为零的平平四边形的一条对角线 所以AB加AD就是等于AC 所以它等于AC与AC的数量级 因此它等于AC的平方 就得正的 这道题呢 它是利用这个投影来进行转换 还有一点就是 共线向量之间的这个数量级的表示情况 我们来看一看 AB与AE的数量级 这两个向量是共线的 所以AB与AE的数量级 就是等于AB的长度与AE的长度 同样的呢 AD与AF的数量级呢 也是共线的 而且是同向的 所以AD与AF的数量级 就是等于AE的长度 乘以AF的长度 而AE的长度呢 可以看成是AC在这个方向上的投影 所以我们可以写成AC的长度 乘以扩散于这个角 而AF可以看成是AC在AD方向上的投影 于是我们就得到了 AF又可以写成AC的长度乘以扩散于这个角 那么把这个方向改变了之后 就得到了这一部分 就是得到是AC分别与AB和AD的数量级的核 再通过分配率 把它转换成AB与AB的核 就得到了AC的平方 这到底在转换的过程当中 技巧性是比较大的 所以同学们要特别注意 这个投影到底怎么用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如何将线段的成绩 转换成向量的数量级 或者说将向量的数量级 转换成线段长度的成绩 这些呢 都是值得我们去认真思考的 这是第五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 力量 以至向量AB都是非零的向量 A与B的夹角为θ 问T为何值的时候 A加T倍的B向量 等模 最小 并求出这个最小值 这道题呢 提出了最值问题的处理 那我们一般的情况下 在考虑最值的时候 可以去考虑这个向量的几何特征 同时呢 也可以去考 把它转换成某一个参量的函数 在这道题的时候呢 很明显 这个最值一定是与T有关的 所以第一个方面 我们可以从代数的角度上去思考这个问题 AB既然是这样的非零下量 那么A的加上T倍的B的模 怎么表示呢 我们想一想 那么我们根据我们刚才所说的 A加上T倍的B的模 它就是等于根号向 A向量加上T倍的B向量 平方 那么这个数字要求它的最值 也就是要求根号你这个数字最值了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看 这个数字是等于 A的平方 加上T的平方 B的平方 然后加上RT倍的A与B的数量级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 说他们的夹角为θ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θ给表示进去 因此它就是等于根号向 就是B的平方倍的T的平方 加上R的A与B的数量级的 那么就转换成AB的模 乘以扩散以θ 再乘以T 加上A的平方 同学们有没有发现 我为什么要把这个数字写成这个形式呢 对了 我们已经把它转换成了 关于T的 根号里面这一部分 转换成了关于T的二次式了 那么要求这个数字最值 需要对T来进行配方 而B的平方等于B的模的平方 所以这个题目 我们可以首先从里面提取一个B的模的平方出来 那么这里面就剩下的是T的平方 加上一个R倍的A的模 除以B的模 然后是Cosin Theta倍的T 我们把这一部分扩起来 再加上A的模的平方 好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它配方了 就得到的是根号下 这是B的模的平方 我们放在外面 T加上A的模 所以Cosin Theta除以B的模的平方 减去这个式子的平方 那么后面我们加上A的模的平方 放在这里放着 还有这个地方配方剩余的一个式子是 它的平方 分之它的平方 那么这里加上这么多 所以我们减去一个A的模的平方 Cosin Theta的平方 好 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看 这个地方要使得这个式子最小 这个二次量的系数是大于零的 所以就要使得这个要找出它的顶点处的值了 那就说当且紧当 这个T等于负的B的模分之A的模 乘以Cosin Theta 10 这个A加上T倍的B的模的最小值 它是等于 这个式子我们来看一看 A的模的平方 乘以1-Cosin Theta的平方 1-Cosin Theta的平方 Theta是一个零到π类的角 那么它等于是Cosin Theta的平方 因此可以把它开出来 就是A的模乘以Cosin Theta 到这里呢 我们就把这道题做出来了 也就是说 当T等于负的B的模分之A的模 B的Cosin Theta时 然后呢 这个最小值就是A的模 B的Cosin Theta 这道题呢 从代数角度上来 我们将这个要求最小值的这个式子 转换成了 把它当成是一个含T的一个二次函数 来进行处理的 当然这个是根号里面作为二次函数 那么我们刚才说的 就只应该去考虑这个 向量的几何意义去处理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呢 我们来看一看 A加上一个T倍的B 我们可以怎么样去看它呢 我们想一想看 A加T倍的B 事实上 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 A减去T倍负的TB 这个式子 那两向量相减 事实上就可以构成一个三角形法则 我们来观察一下 假设这就是我们的A向量 那么B向量假设是这个样子的话 那T倍的B呢 就是这个样子的了 好 我们不妨把这个T倍的B 把它反向 它减去负的TB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再观察一下 要使得这个模式达到最小 那么 A减去这个向量得到的是 这个 这个值要让它最小 这个最小 怎么样让它最小呢 这个向量 这个是A向量 这个是A向量 这个是B向量 那A减去TB这个向量 就是指向这个 就是OA 要使这一个 这个向量达到最小 那我们这个地方 T到底取的是什么值呢 想一想看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T可以是正 也可以为负 那现在是 问题就转换成了什么呢 TB实际上就是以O为起点的 终点落在了这一条直线上的 所有的向量 都可以把它计为TB了 也可以把它计为负的TB 那这种情况下 大家想一想看 问题就转换成了什么呢 转换成了 要在这一条直线 L上找出一点 使它到A点的距离最小 那这个问题就转换成了 只需要过A点来做它的一个垂线就可以了 这个是AP 那么当这个A加上T对的B 也就是说 当负的TB是这一个向量的时候 那么A向量减去负的TB向量 就是等于A撇A这个向量 这个时候的膜当然是最小的呢 因为直线落一点到直线的距离 直线上所有点的距离是垂线弹接档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以知道 我们说这个A与B 假设是这个θ角的话 那么是什么时候最小呢 我们就知道 这个最小的值 也就是A加上T对的B的膜的最小值 就是等于APA这个向量 这个向量的长度是什么呢 就是OA乘以sinθ 所以就是A的膜乘以sinθ 那此时T是等于什么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 这个时候呢 TB向量 它就是等于 你看看 这就是TB向量了 就是负的TB向量 负的TB向量 它是等于什么 我们观察一下 因为OA减去它是等于它的 所以它是等于A向量减去A撇A这个向量 A撇A这个向量 我们可以怎么样来表示它呢 事实上在这里我们可以表示成A乘以sinθ 而这个事实当中我们可不可以把它画一下解呢 A乘以cosθ是表示的是什么呢 就是表示这一段长了 那么我们来看T是什么 TB就是表示这一段长 它事实上就是OA乘以cosθ的长度 因此我们在这里就发现了 这个就是等于OA乘以cosθ 也就是等于A向量的膜 乘以cosθ 那大家再看看 这个T等于什么呢 我们看 这边TB的膜 TB的膜是等于这么多的 那我们现在再观察一下 这个T它应该是等于什么呢 T就是等于负的 B的膜 3G A的膜 乘以cosθ 结果跟这边是一样 不过是在这里我们要注意这个向量的几何特征 根据这个几个特征来分解 这个是 它就是A减去负T的B向量 要求这个向量的膜的最小值 把它转换成A点到这条直线的最短距离 进而去求到这个T的值 所以我们学习了向量之后呢 特别是学习了向量的数量级这个内容之后 向量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数学工具 在我们数学当中了 不仅可以解决一些几何问题 而且可以结合向量的一些几何特征 它的几何表示形式和几何意义 去解决一些代数的问题 在这大题我们用到了两种方法处理 代数方法把它变成求函数的值 值于问题 求函数的最值 而几何方法就把它转换成了 平面上一点到一条直线的最小距离问题 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同事们再见 吧 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全部订了 所有来續见 loyalty